台灣民眾黨一開始設立的時候 建立的時候 它的很多制度都是參考民進黨的 這就是我的形式風格錯誤的地方 我常常只看到有需要就去做 坦白講 雖然從政十年 我還不是那種所謂什麼很圓融的 或者比較世故的政治家 所以只看到台灣民眾黨現在需要在立法院旁邊 設一個辦公室就去買了 不會去想到說 如果是其他政黨的 他們就想要把錢先轉到基金會再轉到協會再繞一手去買 坦白講 用我個人的名字買的話 監督的力道更大 因為你除非不選 你只要一選舉就需要財產申報 反正被看到 台灣民眾黨一開始設立的時候 建立的時候 它的很多制度都是參考民進黨的 那當時民進黨有規定 只要是黨提名的候選人 不管有當選沒當選 在選候 你知道 它的那個 選舉補助款的三分之一 必須交給中央黨部 那在好多年前 你知道 台灣民眾黨開始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當時在這裡講說 我們民眾黨 找人選舉都很困難了 還跟他要三分之一的選舉補助款 所以後來就把這個三分之一必須 繳工的這個規則拿掉 那拿掉的時候 最後我們只保留總統副總統 這個項目 還是要繳付三分之一 因為當時認為說這個選總統副總統 這金額比較大 而且這個常常要全黨去努力 所以這個項目就保留下來 我為了這次的事件 特別去把那個條文拿出來看 他是2021年的3月3號 台灣民眾黨中央委員會 就通過一個規章 所以在選完的時候 你知道 我們的財務長就自動自發 按照條文就 寄到我的帳戶去 在選後大概一個多月 那我拿到這個錢 想說這個錢 我們也不可能把它吞掉 當時在想說 其實一開始沒有錯 其實我跟你講 有時候明白講 現階段 我就是台灣民眾黨的黨主席 所以那個國會辦公室 也是我會去用的 就是這樣 所以不管是我的辦公室 但是我的辦公室 一定是給台灣民眾黨 在那個地方 在現階段的國會辦公室使用 所以這兩個也是沒有衝突 故事就是這樣 因為剛好那個屋主急著要脫手 因為他們要全家移民到美國去 哪一國我不知道 我知道要移民出去 所以他就急著脫手 所以他就純粹就是一個買賣行為 只是買的時候 還有租任的企業在 就這樣 第一點喔 剛才有人想過 這就是我的行事風格錯誤的地方 我常常只看到說有需要就去做 坦白講喔 雖然從政十年 我還不是那種所謂什麼很圓融的 或者比較適顧的政治家 所以只看到說 我們台灣民眾黨現在需要一個 在立法院旁邊設一個辦公室 就去買 不過去想到說 如果是其他政黨的 他們就想要把錢轉到基金會 再轉到協會 再繞一手去買 所以我們的私序 我的私序很簡單 有需要就直接買 坦白講喔 用我個人的名字買的話喔 監督的力道更大 因為你除非不選 你只要一選舉 就需要財產申報 反正被看到 就迎我來 誰 遮到 最重要的 嗎 無人